哈囉大家好我是虛羽 那我們今天呢 老樣子喔 因為今天還是一樣是在路邊的安靜角落分析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奇怪的現場音的話 就還是麻煩大家包容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雖然一直開了三個彈尺 但是約會大作戰賽B的夜刀神石箱 我們上一次已經分析過了嘛 所以這尺我們就不會分析 至於莫比烏斯的話呢 我打算明天也是再出一個分析 反正對讓我多賺一點點贏嘛 最近我有點窮 我要賺一點紅包錢好不好 好了 那我們就所以呢 我們今天言歸正戰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聊聊這個 迎春那福春節祭典復刻 就是2020年春節祭典的轉蛋 那這一次的話呢 其實我必須說實話 我有蠻多東西想講的 所以看到我那個封面 大家應該已經心裡有信 通常呢我的封面只要是比較深色系的 然後就寫了我覺得不行 大概八九不離十就是我也要開噴了 好所以呢 今年呢就是 應該是我今年首噴 好不好今年首噴 好我們 這一次因為活動真的蠻複雜的 所以我就從頭講到完 第一個就是特別活動真錄獎勵嘛 那一樣呢 累計登錄9天的話 總共會有 27顆石頭 然後呢還有 90抽的十連復刻轉蛋票券 那第一個 這個十連復刻轉蛋票券呢 大家是要記得 超過2月11號之後呢 就不能再抽的 好所以 2月12號應該就是我們的初一深夜 那初一深夜的話 這個轉蛋呢 就不能再抽 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呢 他這個十連轉蛋票券 未看先猜啦 因為我有稍微看一下 跟那個特別禮包的轉蛋票券名稱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這個就是 特別禮包是叫做 2020春節祭典復刻票券 那這個的話呢 叫做 2020春節祭典 十連復刻票券 未看先猜 這兩次不共通 所以 這是第一個地方 如果你 已經 就名字已經寫得很相近了 然後你又不再特別說明了一個 這兩次是不共通的話 我相信一定會有 玩家以為說 啊那我是不是90抽有免費抽 然後任務可能又再送個10抽 那我這樣190抽就可以抽到天井了對不對 沒有 很不幸的 這一次是沒有任 他這個免費票券是沒有共通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你應該要寫清楚一點點 因為 因為名字太接近了 你這個名字太接近了 要嘛你就可能說 免費的活動票券 你不能 你不能直接寫一個 十連活動票券 然後跟這個 課金的禮包這個票券 然後就很接近 然後就 然後這一次的天井 也有叫做 復刻招財經運票券 就是 你看光是我現在影片才講了 2分45秒 就已經有三個不同類型的票券 在你的腦海中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OK的問題 就是你的名字都選得太過接近 然後會讓玩家造成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混淆的部分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講三分鐘 然後就已經講了三個票券 然後可是問題是三個票券 每個公用都不一樣 十連免費票券就是 你的登錄活動免費抽 那這個 2020 復刻票券就是活動的 你課金禮包的票券 然後呢 這個招財經運票券是 其實就是我們平常的天井晶片 所以這樣子已經會讓 很亂了 所以這是我覺得 這是這次活動 第一個非常非常差的地方 就是 你太多名詞 太過相信 所以會讓玩家有很多 混淆的地方 這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詞子就是 對 光是我還沒有講東西 我就已經開始噴了 好那這次一樣 也是有這個 1350-65自選條件 那等到之後 65的角色全部出來之後呢 到時候我應該也考完 是解完禁了啦 我們就再開個直播 好好的聊一下這些角色 到底哪些比較好 哪些比較不OK 這個我們就先這樣子 好那這個禮包的話 是150克加20抽 就是等於大概是250克的份量 然後再加三個 5B-65Po 2690 這價格的話 當然就是跟 其實已經跟 這陣子轉加後的東西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 沒有 就不再特別多說好或不好 好那接下來這個活動 活動要噴的就是噴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噴轉蛋了 好吧那這一次的轉蛋呢 因為他們也之前就是 在官方直播說 就是要增加這個 不同的轉蛋抽搶方式 然後就不一定會保70連 然後沒有想到這一次 一結束保70連這件事情 馬上就給我來個大卡 好不好 好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講一下轉蛋的部分 呃 轉蛋的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上修 以及任何的調整 呃 好吧 畢竟過了一點吧 這個遊戲的Meta也變得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就來聊聊看他們進來 第一個就是地龍財神 地龍財神的話當然就是說 呃 雖然它還是蠻好用的 第一個就是它本身有三色的洛西 但是 呃 這個遊戲已經有一點點變 變色了 就是已經變成了 變成了 倍率遊戲 呃 畢竟就是偉大力量的那個被動出現之後 讓整個遊戲的 呃 Meta走向 整個完全完全不一樣 像是我們之前可能都說 啊這個角色CG威力增強 可能就只有增強30% 沒有一個增加50% 又再增加100%了 就是那個角色一定是不小心做了之後呢 結果發現 做壞了 然後就 一律就回不去了 所以變成說你 只有一般的洛西角色 那個倍率完全是 可能比不上偉大力量這種 所謂的 加CG誰誰誰加50% 然後又再誰誰誰加50% 這種類型的被動 所以變成說 這種普通洛西的角色呢 已經很明顯很明顯的被吸濕掉了 可是 可是當然 我還是覺得說 第一個財神還是有 機日落前頭C 然後 轟裝我方C 然後還有自身誘敵 然後自身解除 其實在 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真的 不 真的不考慮那個 所謂的 偉大力量那一套的話 其實他的技能組 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必須說實話 因為 三色落C還是 還是真的蠻好用的 你就可能只要再配個 配個一般的落包 但你的版面就會很舒服 然後呢 他自己在前頭又有 救急生成 縮斷暴風機的強化 就是 再讓他的平砍能力 也不會到太差 就絕對是比皮幹好 所以 然後再來就是被動4 被動4的話 是自身-4 然後藍-2 但我是覺得 依照現在這個-CD 大家都很多的情況下 當然是可以改到33 然後 CG我覺得是 那個 疊東西可以稍微再給高一點 是 沒什麼太多問題 我們 去年在用的時候 就 我發現到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 你有時候可能在 拼極限傷害的時候 地龍是拼不過的 可是他的 正常火力是絕對不會差 但是他如果要拼極限傷害 可能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 有大概 發現到他的問題 就是他的極限傷害 絕對可能 不會比 筆桿的 來得那麼痛 因為筆桿就是 完全是只有疊 疊自己的回復嘛 然後他的CG回復又很痛 所以變成說 筆桿那個時候 就是傷害面 可能還會再比 地龍好一些些 那當然來說 依照地龍現在的技能組 其實他 依舊是 非常好用的一個角色 他其實 到底修不修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是 見仁見智 因為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是覺得他的 被動 被動4跟CG 確實是可以再 稍微強一點 但是他的主動技 我覺得是 其實是不太需要 做任何的感動 然後被動3 被動2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什麼好的修 或就是只是 在讓裡面東西變得更多 所以這兩個當然不修 我是覺得被動4 稍微動一下 或是CG稍微動一下 當然是 是比較好啦 但 但就 沒有動 我是覺得說 確實依靠他的強度 確實 他可能還是可以在 T2到T1之間 就是 如果你沒有那個 CG倍率的那些角色的話 當然是 當然是他還是很好用 但就 但就 可能有一些 所謂的 強度派玩家 會覺得 沒有上修 就很不OK之類的 但是 確實他的技能組 我覺得是 沒什麼好修的 頂多 第一個頂多 就是2回合變3回合 然後 然後 疊攻疊防疊回 再多一點點 然後被動4 再多改一些 就這些小東西 但是 有點像 就是一個成績問題 你看 即使小服修 你就會覺得 他還是有做事的感覺 好吧 那至於 財神跟趙公民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 弱勢機率還是很低 如果只要這個 弱勢機率沒有被改強的話 我們後面其實這些都不用開了 所以 那個時候我們在發現 他的弱勢機率很低的時候 這隻 在去年 2020 剛出的時候呢 其實就 已經幾乎是被打XX 就是 平常就是只有聽他的CD 至於 核仙菇跟藍彩合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 有一個解新豬無效 是屬於 還可以的東西 但是 其他東西的話 其實也都是比較接近去年 在 已經是去年中段的產物了 所以 放到今年的話 當然就可能已經掉到比較後段 最後一隻的話 是我們的虎爺跟福德政神 虎爺跟福德政神的話 我覺得 畢竟現在還有一個 他有一個 叫暴風清檢無效 可是 暴風清檢無效 現在還有一個更強的 就是我們的萬聖節 瑪莉 萬聖節瑪莉的話 就已經是暴風機強 然後又減輕無效 所以變成說 瑪莉在讓 他這個 虎爺這個系列的話 就已經完全是被 壓縮掉了 所以 整體來說 他這隻的話 其實在去年 大概年中 就已經也是不太行 所以你們就會知道 我這樣子講 四隻下來呢 結果好像還是只有 財神比較好用 對 確實是如此 但是 財神到底值不值得到 三百 我 我必須說實話 我覺得 也沒有 畢竟 去年會抽的人 就 已經三百 會把他緊出來了 如果你們知道 就是 去年的財神就已經 有所謂的天井制 就已經三百抽 把他緊出來了 又不像前年的筆桿 第一次出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天井機制 那一次我抽了四百多抽 我都沒抽到 然後我 對我就是被霸凌了一整年的 那可憐人 所以呢 就是 我現在提到那件事 我怨氣還是很重 反正就是 那一次就已經變 讓大家就是說 那時候的筆桿 就已經很難抽很難抽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0.5 來0.6 好像0.5的機率 然後 然後就是沒有緊 所以我真的是抽到兔 然後我有朋友 抽到快五百抽 就是可以去日本 來回 就可以開一座的機票 然後去東京 一人灌CF的營運一程 然後再坐飛機回來台灣的那個價格 就是已經抽了這麼兇的量 所以當然是說 第一年已經有這個 所謂三百頂機制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 應該已經都抽到緊了 對 然後 這一年 我就覺得說 畢竟 復刻腳 你還是可以讓入手的 難度稍微低一些些 所以我覺得 畢竟是復刻 然後又沒有在任何上學的前提下 我當然是覺得說 兩 二十個 二十個換 其實是 沒什麼關係的 畢竟這次也沒有所謂的 S15必中 對不對 這次 對 我們就要講講這個 歷年來才升S15必中的問題 當然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 把這個 天井 壓到剩二十 說實話 我可以接受 對我來說我可以接受 就是 多五十抽 反正去年也有天井 去年已經比前年 幾年再佛一點點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二十個 我 就是對我來說 二十個我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 可是如果到三十的話 我是自己是覺得不太行 因為 以往 以往財神池都是無底洞 隔年 可以出到S15 然後就說絕半 可是今年呢 就是你去年已經三百了 好 比較佛一點 那我覺得你這次硬一點 二十可以 然後呢 這次也沒有任何提到 關於會不會絕版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也讓我感到非常的疑惑 就是 歷年來 都有 都有特別說明說 2020年 財神 就是 就會 就會 絕版 那這一次是 完全沒有提到會絕版這件事情 呃 就 我們就兩個可能嘛 第一個就是忘記寫 第二個就是 今年開始就沒有打算讓財神絕版 那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做 那我就猜啦 應該就是 可能就是 當作是 沒有寫到之類的吧 好 這個角色分析照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回到這個 轉蛋的部分 因為剛才呢 我們就已經噴了 所謂的S30這件事情 當然我自己是覺得 降到S20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以及任何可以罵的地方 我覺得S30是真的太硬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講這一次的轉蛋 剛剛才那個下午 大家如果有看到那個轉蛋的話 這才是讓我覺得這次活動 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就是你已經 把活動寫得這麼複雜了 然後你自己也寫得沒有人看得懂 我告訴你那個時候 你知道大家都說什麼 蛤是不是只有保底格有1.2% 或者是 1% 0.7 0.3 0.5 其他時候是不是都是0.5%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機率格就寫得很奇怪 第一個就是 S1到4的 10連以外保底 然後寫個0.3 然後上面就寫個 60 30 7% 然後什麼都沒寫了 這個真的是不OK 就是 你活動你 轉蛋機率表 你應該就要寫得很清楚 因為畢竟 畢竟 好啦 真的 最後寫出來到底是不是真 是不是假 當然這個沒有人說得聽 但是 你不能寫的一副就是 不經不楚 這個 這次活動真的讓我很火大的地方 是 你公告太多東西寫得不經不楚了 你知道嗎 就是 你要很低 讓人很時間 很一眼直觀的看下去 就是說 你很清楚的 你要表達出什麼東西 但是 剛才的 就是大概 這個 6點以前的那個 那3個小時的那個 那個公告 就是我完全看不懂 他到底在寫三小東西 我就必須說實話 我就完全看不懂 他到底在寫三小東西 我大概那個公告 來回看了快10遍 20分鐘 我看了大概20分鐘 我才看得比較懂 到底是要幹嘛 好那我們接下來 來講講這次的轉蛋 這次轉蛋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 是 機率提升嘛 就是滾滾機率滾滾來 這個 首年才神的惡夢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好那這一次的話呢 是 S1到S4呢 財神的機會呢 是只有0.3% 然後 S5S6財神的機會 是0.5% 然後 S7到S9的話 財神機會是0.7% 然後 S10到S14的話 都是1% 然後 S15以後呢 就都是1.2% 好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回到這個 十年以外保底格 好你保底格 你保底 保了什麼東西 你保了 SC50 我是覺得 對你已經都說保底了 你好歹也保個60吧 雖然 60的垃圾也真的是 對 我也必須說什麼 60的垃圾也 蠻多的啦 但是你 保一個5星 好必須說 保5星 你們以前確實是講保5星啦 但是就是 對嘛 保底格嘛 可是我只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可以保到60啦 現在保50 也沒什麼用的啦 說句實在話 我覺得拉到60 都沒有關係 真的 不然就是 你就說PU詞嘛 對不對 以前的保底 你確實是說 就是保一顆5星嘛 但我只是覺得說 呃 你實質都出成這樣了 我覺得保60是 是沒有關係啦 對不對 就不要再特別寫說 以前 以前一定會出65啊 或者是怎樣 這次當然是沒有這樣子寫 當然就是說 呃 這個 就是 C50嘛 但我是覺得 給到60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對不對 過年嘛 大家開心一點 也比較好啊 所以這次的話 就變成說 你只是保底格 所謂的保底格呢 就是 我保沒有 沒有C45的格 至少5星以上 C50就是至少5星 沒有 至少 現在也沒有至少6星了 都是至少保C50一隻嘛 那我當然是覺得說 就是 整體的有感度也沒有差 因為其實說句實在話 你的用財神 你的機率是沒有 沒有因此比較高 所以 這次 到底所謂你抽到S30 然後 然後 機率1.2% 我必須說實話 我不是數學專家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打計算機 告訴你說 這個 出法比較好 還是 這個機率比較好呢 還是 S15 都0.5 0.6% 0.6% 的機率比較好 這個 我不是數學方面的專家 所以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說 哪一個轉蛋 出起來 對玩家抽起來 感覺比較好 但是我只會覺得說 畢竟你是副科 你出到S30 我是真的是覺得 太硬了啦 我是覺得真的 S20就可以了 出到S30 對玩家來說 不太好 當然 如果你說你要 回歸舊路 然後S15 大家絕對很開心 對 大家絕對都很開心 但是 看起來應該是 機率已經改了 三次嘛 看起來大概是 應該是不會再改了 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一池的話 你如果是免費仔 你想要抽個10抽 20抽來 來撈機率 不用抽了 0.3% 不用抽了 除非你真的是 鐵的心 要抽個150 200抽 不然這一池的話 對於小課玩家來說 其實是不太值得抽的 除非 除非你就已經鐵的心 要天井了啦 但是我 我也覺得也不用 你其實等到 到2月11號的下午3點 到2月12號的那幾個 八個鐘頭內 其實你應該有時間 來決定說 你要來抽隔年的財神 還是 你要來抽這次的地龍財神 因為 我相信 很多以往的玩家 一定都是說 我就是存個150抽 然後等今年 很不幸的今年 就沒有所謂的 775這個部分 那這個 當然也只能 深表遺憾 但我是 我覺得真的啦 30真的是太暈了 好吧 總而言之 這一次的這個轉蛋 玩家 很多玩家 是對這一次的機率 感到神奇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不會很在意那種東西 因為畢竟 我真的抽過 機率更爛的遊戲 太多了 那個機率 真的抽了讓我白收起 像是我什麼 鐵扇啊 我已經抽光 爆死啊 之類的啊 就是現在賭案 對就是之類的 反正 反正就是 機率不是我在意的東西 我在意的其實反而 我 大家都知道嘛 我學音樂 學音樂通常都會在 比較奇怪的地方 care比較多一點點 那其實我care的東西 會是說 你的標示清不清楚 我很care這種 這種東西 你應該要讓 你也不要讓 也不用說什麼 都要一目了然 但是 你至少要寫得很清楚 就是讓看得懂的人 至少 可以看得懂 我重生 我數學只有四級分 可是我一開始 我原本完全看不懂 那個他媽的 到底是寫什麼東西 這一次當然是 這樣子 現在這樣寫 有得清楚很多 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機率是他要怎麼玩 然後 會比較好懂一些些 我必須說實話 就是反正就是 財神的機率 就變成說 機率滾滾來嘛 就真的滾滾來 機率越來越高 這樣子 那當然 這個機率好或不好 我就說了嘛 我數學四級分 我也沒辦法算給你聽 這樣子比較好 這個我當然就不提 但是我只知道 30 step 30 太硬了 我其實是覺得 step 20 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次的公告 不知道 這次公告寫得 他媽的超級複雜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就是 我這個公告複雜到 一開始我看不懂 你看 三個不同的票券 然後都叫票券 然後名字又很接近 可是一般玩家 已經搞不懂 這到底在幹什麼東西了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嘛 那個原本機率不知道 在寫些 寫些什麼東西 是公告已經出了三個小時之後 才把它完整的 弄出來 然後 才讓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step的 紀率滾滾來 到底是怎麼來玩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其實 讓我這次比較 火大的地方 就是 我不希望 我覺得你公告 公告打 應該可以提早打 然後你就是可以有時間修文章這種東西 就是 你應該提早打好 就慢慢慢慢修 而不是你 已經東西出去了之後 你才在那邊 突突改改 突突改改 這樣子 我告訴你 這種東西是岩項出去了 你就算再改 你就算再做回應 絕對沒有第一時間 原本什麼都沒有錯的 出去 好 就是 你一開始那個機率 我問大家 到底多少人覺得說 那原本的機率 我有截圖 我有截圖 我應該有截圖 呃 原本的機率是 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單抽保底 然後大家就覺得 剩下就是2% 那所以 就每個人 0.0 就各0.5 然後呢 只有保底得1.2 我告訴你 多少人這樣子認為 我一開始也這樣子認為 好啦 結果 結果現在過了這麼久 公告出來了 完全不一樣 0.3 0.5 0.7 1.0 1.2 哇差超多 原本 你看原本1.2 然後變成0.3 那原本寫什麼 原本寫18 這種東西應該是可以 一開始就 提早準備好的 因為 這已經是 嚴格來說已經 不是標示不清楚 這是標示錯誤 所以我覺得 這是這次 讓我不太開心的地方 就是 這些東西應該是 能避免好 而且寫得 寫得比較清楚的 然後結果 錯了這麼多 改了這麼多 然後弄了這麼多 現在才好 那我是希望說 這個 當然是希望說 這個東西 以後不要再發生了 畢竟 這種轉蛋改的方式 相信這個 也是第一次 因為平常都說S7寶 然後這一次 突然又改了一個滾滾上升 好啦 那就第一次 我就當作是第一次 你可能不會 就是官方 太久沒有寫這種類型的東西 然後就寫得跟白癡一樣 好 那我就希望說 好 既然這次已經寫得像白癡一樣了 那就希望說 之後可以再調整 就是你要寫得清楚 要寫得正確 因為說實話 嚴格來說 機率這種東西 對我而言 我不是很care 我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機率很爛就生氣 但是 我會因為就是你的標示不清啊 或者是你寫得不清不楚什麼東西的 那我才會生氣啦 對啊 這個是讓我比較在意的地方 就是學音樂的 怪怪癖好 人生之一啦 就是這樣 那我也相信說 這次相當多玩家一定都有 屬於自己的看法 像是沒有S15包地啊什麼的 那我只能再老實說 這一次的詞就是 呃 我自己是覺得S20就好 沒有必要出到S30 所以 我這樣講 大家應該就已經知道 我的意思是什麼了啦 就是 說實話 我這一次 因為這樣子搞 我也覺得沒有特別推 那如果是寶S15或是寶S20 那我覺得 如果你可能 不是很確定 你可以抽到310等明年才生的玩家 那我當然會說 你可以抽 然後你可以抽 但是 老實講 15跟20差距不大 可是20跟30這個差距真的是 大到 就是真的太多了 大家就這樣 好啦 這個詞 罵了罵了 也快罵了快25分鐘 就這一次的活動 分析 就差不多到這邊 因為真的 很多想講的 那差不多就這樣 那 我 至於AV的分析明天會出 那今天的分析 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希望我今天 噴了你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那也很感謝你看到 這最後20 20分鐘 20多分鐘的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